各位朋友大家好 又是上角讲故事时间 取字弹尽繁心 这篇的题目是讲关怀的心 话说有一对夫妻 很幸运地订了两张 从嘉宜去台北的对豪车票 谁知道上车发现 有位女士坐在他们的座位 在那里 那位先生就说 你坐下吧 叫太太 就坐在这位女士的旁边 他自己 就站在那里 太太就很奇怪了 明明这些对豪入座的车位 为什么先生不叫这位女士起床 让他坐呢 后来他发现 原来这位女士的右脚行动 是不方便的 才了解先生原来 是有意 让这个女士坐的 到了台北 下车之后 太太因为很心痛先生 由嘉宜一直 站到台北 就顺口问 在嘉宜去台北 你站这么久 你可以在途中 叫他让个位置 让你坐下的 但他先生就说 人家的脚 不方便是一生的 我不方便 只是三个小时而已 没关系的 太太听了之后 就很感动 心想 有一个 这么善良 又 这么为善不为人知的 好先生 他觉得这个世界 立即变得 温暖很多 跟大家 大家比喻一个个案 有一个很坚实的锁 挂在大门 没有锁匙 拿一条铁枝猛 铁枝叫了很久很久很用力 但是也开不得到这道门 总之 铁匙就来了 铁匙很小把 但是他一声 就插入石窝里 轻轻一转 这道大门就开了 那铁棍就很奇怪问 为什么我这么粗 用这么大的力气 都打不开 而你这么小 轻而易举 可以打开道门 铁匙就说 因为我最了解他的心 其实每个人的心 都好像上了锁的大门 任你多粗的铁枝都叫不开 只有用关怀 才能够将自己变成一条 细细的铁匙 可以进去人家的心中 去了解别人 世界上 如果人人都能够付出多一些关心和善行 这个世界真是温馨很多 希望你是下一个 唯善不为人知的人 让我们大家都成为 懂得关怀别人 了解别人的 一把铁匙 我们给予人方便 给予人快乐 能够这样做得到 其实最快乐的是自己 你认为对不对 我希望能够成为了解 你们的一把铁匙 你们给不给机会我呢 谢谢你们的收听 再见 再见 好